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講到澳門要吃土生葡萄 或者你的腦海馬上會想起幾間傳統老字號餐廳 今天介紹的這間餐廳 它的總店是位於馬國一間非常傳統 非常地道的土生葡萄餐廳 而你這間分店的路線相對年輕少少 大眾化少少 一開門就可以感受到 好像去了葡國人家那種溫暖的感覺 到底食物質素又是怎樣的呢 跟著我一齊了解一下 我相信看到這間餐廳的門面 大家都知道就是陪著澳門人長大的 老字號葡國菜餐廳 一進來就感受到那陣濃厚的葡式家庭風 而牆上掛的相片和畫作 亦極具澳門情懷 食物風格都繼承了老店的傳統做法和味道 有些仍然只有他們還在做 就像這個撥酒雞跟飯一樣 撥酒本身就是葡國一種流行的加烈甜酒 倒些下去煮雞 酒的香氣和甜味就會充斥住在這道菜裏 自味十足 而同樣一見到就流口水 還有他們的非洲雞 這道菜其實就是葡國一邊航海到澳門 再改良而成 所以它的精髓就是它面層的醬汁 看起來大同小異 但其實味道才是每一間店的秘密 就讓我來回面一下它的秘密同時 再試其他菜式 馬上來左邊這個招牌牛柳粒 這個招牌是用了餐廳的名字去命名的 通常打開菜譜 看到上面有自己的餐廳 或者老闆或者廚師的大名在上面 就真是非食不可 一買入口已經感覺到那種野味的味道 你待會終於明白為何它旁邊會放這麼大碗白飯 因為這個真的用來送飯的送飯神器 洋蔥和蒜蓉 起鑊之後再加上秘製醬汁 裡面就加了甜椒粉 加了忌廉和上湯去咬製而成 雖然你會吃到有少少的辣味 但是因為是普生陶菜的關係 所以它整個味道都很溫和 我相信作為家庭的家常菜之一用來送飯 真是最好不覺 然後就要試試看我身邊這一隻魔鬼大蝦 它拿上桌子的時候 已經被它的尺寸震撼了 各位觀眾你看看 它是比我的手還大 所以我的手也不是很大 但這個魔鬼大蝦的長度真的很誇張 可能有些年紀的家庭觀眾 或者可能小時候和爸爸媽媽去過葡式餐廳 慶祝過生日的大朋友小朋友 都會見過這麼大的大蝦 在傳統葡式餐廳裡面經常都會見到的 做法就是除了蝦肉質本身鮮嫩之外 還加入很多避製醬料在裡面 你看到會有蒜蓉、薑蔥、芫荽 打蓉之後就塗在面上 一入口你會吃到蒜蓉有一點點淺激的味道 然後蝦肉的鮮甜再慢慢滲出來 我很怕蝦如果太大隻會霉會柴 但這隻真的不怕 我相信這些就是師傅的功架 我真的太好吃了 我多吃一顆 我先看看 作為一道大菜 這個魔鬼蛋蝦 看上去色香味香泉 賣上又吸引 味道又好吃 一道好的菜式 就是這麼簡單 說了這麼久 剛才開頭的時候說到 這個百年家傳的食譜到底是哪一道呢 就是我前面的一道非洲雞 菜名很簡單 三個字 非洲雞 但其實它背後 穩含著的歷史底蚊 真是非常之深厚 那就是當年 當時的土生蠔人 就將它在上面加上一些juicy的醬料 更加符合我們喜歡吃一些濕濕的 就不要那麼乾柴柴的口味 成為了家家戶戶都會做的一個家傳料理 人家一家餐廳的非洲雞 它的食譜 就真的是當年婆婆的婆婆那個年代 一直流傳下來的 這個食譜 就真的在這裡才可以吃到這個味道 裡面呢 醬料裡面呢 有很多不同的材料在這裡 有些什麼呢 試過告訴你吧 如果說這裡的牛肉粒可以送一碗的白飯 這個非洲雞是可以送三碗的白飯 除了因為它的份量大之外 它的醬料真的非常非常之惹味 我吃到裡面有花生醬 有椰蓉 有薑蔥 還有少許的辣味 應該是加了辣椒粉 做法就是平時大家看到的非洲雞 這樣 就將雞煎到差不多 然後將這個避製的熬製好的醬料 塗在上面厚厚的一層再拿去焗 將上面的味道 那些材料的香味 就滲進去雞肉裡面 加上我覺得真的要推薦一下 就是它的雞皮 雖然就厚得來超級juicy 那個雞肉的雞油的香味 就滲進了所有這個材料 這些秘製的材料的味道 一口一口 無論是就這樣吃 因為是送飯 我也覺得這個非洲雞 真是必試中的必試 哇 這麼快又上了三道色香味俱全的菜式 我一直都很喜歡土生蒲菜 它很著重賣相的這件事 你看到它每一道都是很色彩的 只是看到已經很開胃 很想試一下味 尤其是在前面這道腐乳蟹 看不見到它兩個鉗在揮手 吃了啦吃了啦 這樣就好了我就吃吃你了 它就是我們澳門的本地的蟹 用了的蟹還是本地的蟹 加了我們更加地的調味料 腐乳下去做 Cross Over之後出來會是甚麼的味道呢 哇 小時候腐乳吃得多 但是腐乳配上蟹 還要是這麼新鮮的肉蟹 真的沒試過 我聽到有老闆說 就說很多的外籍遊客 來到澳門的時候都會嘗試這道菜式 因為他們不明白 腐乳是怎樣的一種調味料 雖然可能解釋了一段時間 都未必好理解是甚麼 但是用這個的方式 就不是用拌飯的方式 是用煮蟹的方式 讓他們感受一下 這個味道其實我覺得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且加上這個做飯 就真的非常肚身了 只有他們才可以想到 將一個可能不是很高級的 不是很高級的調味料 拌入大蟹裡面煮 加上你看到 這道菜裡面有很多的蔬菜 有很多的配菜、雜菜在這裡 一家人圍著一隻大蟹一起吃 就是想到畫面 已經覺得很幸福了 試完海鮮 又回到我們肉料理這裡 身邊這兩盆左右互發 看上去都很好送飯 因為配合了很多汁醬 我先試這道的雞 這道雞的名堂叫做 撥酒雞筋飯 顧名思義 就是用了葡式的撥酒去煮 味道會是怎樣的呢 真的不知道 因為葡國雞吃得多 非洲雞都吃不少 但是撥酒雞 都是第一次試 試一下 如果你問我 其實我覺得這個撥酒雞 有少少像我們的三杯雞 因為都用了酒 然後用了大大件 膽膽肉的雞塊下去煮 它的雞油 你會看到是浸到出來 加上它的汁醬底 撥酒 嘩 只是這一口汁 已經夠你送兩碗飯了 超級汁 真的 我試完這個 我說它是很汁的撥酒雞之後 我想右邊這個 開始吃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道菜 怎麼看都是用來送飯 而且非常非常野味的 咸蝦豬肉 這個咸蝦豬肉 聽老闆說 就是一個很家常的菜 在葡國 又或者可能在土生葡人的家庭當中 幾乎家家戶戶都會做 的 的確是和酒市 你媽媽都會去做些 好送飯的送給你 等你吃多兩碗白飯 這個咸蝦豬肉 應該的原理也是一樣 如果呢 剛才說這個撥酒雞 是我們的三杯雞 比喻的話 這個咸蝦豬肉 應該就是我們的東坡肉 你看看這個色澤 是不是有點像呢 看樣子已經知道它很濃味 一放進口 真的超級野味 它加了咸蝦醃 在裡面 鹹鹹香香 還有加了酸籽 所以就會吃到 有一股酸酸的 很調味很開胃的味道 所以就算是你看到有肥豬肉 你也絕對會忍不住一塊一塊 一塊都放進肚子 在吃完這幾道 這麼色香味俱全的 葡式家常菜之後 覺得在這個 充滿著葡式家庭溫暖的環境下 去享受別有一番風味 如果你都想來試一下 好像由葡國人的媽媽 親手做給你 百年食譜 全盛下來的 正宗土式葡菜的話 就是千萬不要坐過這間餐廳 去意見 最後一步